Hello 大家好 我是Amy 我又来咯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 适合秋日又不失活泼的一款枫叶妆 那么这个妆容跟其他枫叶妆的区别是 我会用大量活泼的明黄色作为眼妆基调哦 那么我们开始吧 首先是妆前 我们用的是Etihouse Store的Face Blur这个 妆前小样 它可以对你的皮肤进行柔焦的效果 同时一定量的提亮你的肤色 哎呦 我长了个大痘 自己没有休息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无神的双眼 没有戴上我的美瞳 因为呢 我之前的美瞳弄了太久了 我已经扔掉了 然后心里又没有到 脖子也别忘了涂哦 接下来会用Clio的Tilt Cover BB气垫 这个BB气垫呢 它有一定比较好的遮瑕力 同时里面也有一定保湿成分 我用的色号是最亮的那个 因为我喜欢僵尸白 好好好 用拍打的方式脖子也不要忘记 接下来遮瑕 用的是Absolute New York的这一款遮瑕液 这一款呢是液状的遮瑕液 就是废话了 相对比较轻薄 也不会卡粉 用个小海绵 笔妆完成 接下来 用我新买的Colourpop的极细眉笔 这个眉笔太好用了 很自然哦 你们总是吐槽我的眉毛 画底很可怕 可是这一次 总没得吐槽了吧 我觉得是有进步的啊 这个颜色是Soft Black 比较自然 然后拿小刷刷 刷一刷 露出大脸 看 我完美的眉毛 嗯 接下来用的是眼部装填打底 NARS的这一款 用了非常久都已经快要用完了 感觉该买新的啦 YES PLEASE 眼影盘 噔噔噔 先用这两个比较浅的颜色作为打底 加一点粉调 可以让我们的眼妆看起来比较柔和可爱 整个眼窝以及下眼瞼都要刷到哟 哎我的抬头温 接下来主角 这个美丽明亮的黄色 在我们的眼瞼的后半处 大面积的铺上这个点酒 下眼瞼的后半处也要哦 是我知道现在眼睛看起来很像上了一整层 一整层点酒 但是不要怕 完成眼妆就好了 接下来用这个比较桃子的橙色 对我们的眼瞼的前半处进行上妆 然后拿个运染刷 运运开开 我的抬头温 接下来是这个砖橙色 这个砖橙色没有非常深 所以还好 再靠近睫毛的部分 就是眼线的部分啦 拿一个非常细的眼影笔 这样刷上 眼尾也进行一定量的拉长 然后在上眼瞼的后三角区 也加上这个颜色 然后拿暈染刷 这样刷刷刷刷刷刷刷 而且又不会过于死沉 因为这个 橙色比较明亮啊 然后拿小拇指点上这个金色的 在我们眼窝中间点上点 然后拿干净的手指晕开 好用 Colourpop的Lunch Money高光 让我们来做一下卧蚕的提炼啊 看过我之前上妆的小伙伴 应该知道我两边的卧蚕 长得不太一样 所以要进行一个人工的修整 虽然也燃病卵 但是还是衣服一下吧 眼线笔 用的是Kiss Me家的极细眼线笔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包装啊 已经被我给磨没了 然后这眼线笔今天用完发现 已经快要用完了 因为平行拉长 然后睫毛根部的空隙处都要填满 这样子仔细的填满 这眼线笔真的很好用 我已经用了大概第四只了 另一边一样 看真的快没睡了 如果想要眼妆更可爱的话呢 可以在眼睛的中间部分加粗眼线 但是我没有加粗 因为我已经太可爱了 睫毛夹 夹完我们的睫毛 之前有人说我是睫毛巾 我是开心的 请你们再多骂骂我 接下来是Kiss Me的这一款 纤长 睫毛膏 非常好用 防水 然后真的可以把睫毛拉得很长 我朋友说拉出来像假睫毛一样 因为真的可以拉很长 所以在下睫毛的时候再加轻轻刷两下就好了哟 不然会非常的夸张 我喜欢它的另一点是刷完它 然后拿你干净的手指把鼻影触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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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巴也要 还有我们的脸颊 这样就可以营造出 可爱的年轻的 蓬蓬的感觉 啊 不要忘了额头哟 看我美丽的光泽 好 上次买的colourpop getlay的腮红 这是一款比较橙色的腮红 以点压的方式 横着点在我们的脸颊上 这样可以达到出少女感 接下来还是刚刚的遮瑕膏 给我们遮一下我们的唇色 点点点遮遮遮 新买的YSO 雾面唇有16号色 涂在下唇的中部 然后呢 明明明明明明明 这样子打造出来的唇装 会比较自然 然后拿手指轻轻的 推一推 再来 在唇部的中间进行一个 着重加深 再眯眯眯 然后我们来做最后的定妆 这个妆就算完成了 嗯帽子 刚 嘿嘿 拉一拉我们的麻花辫 看是不是充满了满满的少女感呢 原来臭美一发 嘿嘿 在秋天 我们要保持金钟活泼哟 谢谢大家观看啦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视频 如果喜欢请给我点个赞 想看完更多视频的话 请subscribe或者关注我 那么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